诗篇第九篇 耶和华 我要全心称谢你 我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快乐欢心 至高者啊 我要歌颂你的名 我的仇敌转身退后的时候 就在你的面前半倒灭亡 因为你为我申了冤 变了屈 你坐在宝座上实行公义的审判 你斥责了列国 灭绝了恶人 你涂抹了他们的名 直到永永远远 仇敌的结局到了 他们遭毁灭 直到永远 你拆毁他们的城镇 使他们淹没无闻 耶和华却永远坐着为王 为了施行审判 他已经设立宝座 他必以公义审判世界 按正直判断万民 耶和华要给受欺压的人做保障 做患难时的避难所 认识你名的人必依靠你 耶和华 你从未撇弃寻求你的人 你们要歌颂住在西安的耶和华 要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因为那追讨流人血的罪的 他纪念受苦的人 他没有忘记他们的哀求 耶和华 求你恩待我 看看那些恨我的人 加给我的苦难 求你把我从死门拉上来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可称颂的事 并在西安的城门 因你的救恩欢乐 列国陷入自己挖掘的坑中 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里缠住了 耶和华已经把自己显明 又施行了审判 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 恶人都必归到阴间 忘记神的列国都必灭亡 但贫穷的人 必不会被永远遗忘 困苦人的希望 也必不会永久落空 耶和华 求你起来 不要让世人得胜 远列国都在你面前受审判 耶和华 求你使他们惊惧 远列国都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就在你面前受审判